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精彩的冰天混战 这局混战我们就走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前面太卡太卡了 就是这个粉色卡对吧 这个粉色在小岛位置被我带走了 前面大概卡了10分多钟 这一把打了25分钟 卡了10分多钟我就把那个10分多钟减掉了 这个前面打邻居都比较快 而且那几个邻居也不怎么会玩 这个一直看下去你们观看效果不好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快进 快进到这个三国局面 现在场上面还有三家 还有三家我发现小绿 小绿去打那个小兰了 他去打那个小兰不行 你去打小兰等一下我就躺赢了 我直接走过来劝架 走过来劝架打一下他的电场 再打一下他的基地对吧 他好像捡了好几个基地 然后我一打他就把小绿圈回来了 你看到没有 小绿还有很多坦克 而且这个小绿发展的比较好 小绿跟我一样发展的比较好 那个蓝色稍微发展的差一点 然后我把他吸引回来 他就比较记恨我对吧 比较记恨我 我们就直接把大炮延伸上山 然后这个对手他选的是古巴 选的古巴 然后他捡到了萌兴基地 你看他在玩什么呢 他在玩法里胡销对吧 他不是选的伊拉克选的古巴 他只要捡到盟军基地 他可以造那个炸弹车 就是防空车装那个恐怖分子 就可以变成炸弹车了对吧 一直用那个炸弹车炸我 那么我就直接把大炮延伸上去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感觉我的坦克好像还没有他多 哎呦他这么多坦克 然后我们只能往后面说对吧 往后面说躲在巨炮下面 他又捡到V3火箭炸我 我们在上面出一个爱国者防空炮 哦呦他的坦克比较多 但是不要慌 他不是法国 他造不了巨炮 我们准备呢 慢慢的把巨炮延伸上去 就这个地方延伸上来对吧 然后再把这个箱子点了 你看他一直装这个炸弹车 用这个炸弹车炸我的巨炮 然后又捡了三个V3火箭 V3火箭又炸我对吧 电死一个 然后走过来再电死他一个 现在那边呢 还有个小男啊 这个小男呢 他没什么坦克 他的坦克不够多 所以说我们先忽略他对吧 先忽略他准备把这个小绿带走啊 小绿玩的要厉害一点 然后呢 他一直在家里装这个恐怖分子 你看 造了好多防空车 好多这个恐怖分子装这个炸弹车 当时我就想呢 我能不能冲进去 把他这个炸弹车给他打掉 打爆一个就全部爆了 让他玩火自焚 我就想把这个雷电车穿进去 但是他好像发现了 你看他发现了对吧 他发现了 拍了一个炸弹车过来炸我 所以说这个雷电车不能过去啊 你看他一个炸弹车 等一下一炸就把我这个防空车炸死了 这个防空车血量比较薄啊 一炸就炸死了 那么怎么办 防空车也拐不进去 当时呢 我就想造一点直升飞机啊 造一点直升飞机 等一下用直升飞机拐进去对吧 拐进去把他的炸弹车打爆一个 让他玩火自焚 然后造了 造了这个直升飞机 看他有力也发现了 直接走这里穿进去 他好像发现了对吧 发现了把恐怖分子放了出来 你看 放了出来把我飞机打死了 然后我趁你不注意 我又穿进来穿进来 碰的一声玩火自焚 让你玩炸弹车想炸我 把自己炸了对吧 然后我们的雷电车一直在上面干扰他 干扰他 掩护下面的巨炮延伸上去 他那个防空车被我炸死了以后 而且他没有三星防空车 但是他有这个V3火箭了 这V3火箭比较烦 我准备还得造一个防空炮 但是我没钱了 你看 打着打着就没钱了对吧 没钱了 广快捡箱子 主要这个小绿的 他坦克比我多 他玩的挺好的 而且他的坦克呀 有很多三星的 很多一星的 我只能兵分两路 把他打乱对吧 打乱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 然后打掉一个中攻 他又过来 又过来 我们广快掐住他的头啊 掐住他的头 然后停在这里 跟他交战一下 因为他分了兵 分了兵 这波坦克的双方都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这个时候你看 小蓝一看 绿色快守不住 他又来偷袭我了 偷袭我 我们广快飞防对吧 他要打我的基地 广快在家里摆一个大炮 这个小蓝一冲过来 这下完了 家里比较空虚 广快飞防 所以说打这个三国局面呢 都是互相制衡的 他这个小蓝 还是很聪明对吧 他感觉小绿快守不住了 然后他就过来救下小绿 你看 救下小绿把我吸引回来 这样就达到一个制衡了 这下我还整不死这个小绿 你看小绿坦克还是很多 然后他的V3火箭都升了三星 这个小蓝打我当生我生气了对吧 我就想把这个小蓝带走 所以说这个三国局面呢 本来我不去招了这个小绿啊 让这个小绿打死小蓝 这样我肯定是必赢 但是那样呢 对于我们做视频的博主来说呢 就不太好看了对吧 因为躺赢了就没意思 所以说我就要把这个小绿圈回来 圈回来让他们两个人来打我 这样呢 你们看起来就比较精彩一点对吧 但是不要慌啊 现在打他们两个 虽然还有一点难度 主要我这个坦克不多 我家里的巨号呢 也不是特别多 而且经济也不好 那么怎么办 先稳一稳啊 像这种局面呢 还不能掌控不能掌控呢 先稳一稳对吧 先捡一会箱子 然后我发现我这个法国基地呢 好像只剩下一个了 看到没有 只剩下这一个了 所以说我把这个法国基地拖过来一点 不要在外面 等一下被打掉了 我最靠的招不了 苏军基地呢 我倒有两个啊 然后地图上的框都采光了 你看地图上基本上没有框了 所以说这个经济呢 全部是靠箱箱子对吧 就是看谁箱箱子快 然后你看小绿 小绿也造了很多这个防空车捡箱子 我们先在家里多补几个电厂 然后在家里呢 再造一点大头兵防守啊 因为这个小绿的坦克啊 都是升了一星的 而且还带火力的 我们在这里造一点巨炮 造点大头兵 然后再出一点蜘蛛对吧 这个三国局面 你要一打 肯定不能拖对吧 你看他们两个人已经联手了 如果拖下去 你肯定发展不过呀 这两个都是挺会玩的 所以说当时的我就想能不能先带走一家啊 带走一家就比较好打了对吧 本来我想打这个蓝色的 但是我看了一下 我去打蓝色这个小绿 你看小绿的坦克就想下来 就想下来偷袭我 想了想还是不行了 不能打这个蓝色还是要推回来 感觉那个蓝色呢 没有这个小绿飞完啊 小绿要厉害一点 所以说想力想来 我感觉还是先打小绿 先打小绿好一点 等一下打这个蓝色 小绿偷袭完 我家都不一定守得住 然后我们就把坦克呢 全部掉到上面来对吧 然后我们就把巨炮往下面摆了 我的坦克在上面 巨炮就不用摆上面了 我们把巨炮全部摆在下面 万一这个蓝色来打我 下面可以守得住 然后我在下面造了30多个蜘蛛对吧 造了30多个蜘蛛 就是防止那个蓝色 等一下来搞偷袭啊 我蜘蛛配大炮 可以顶一火 然后我们的坦克 全部掉到上面去 掉到上面去 准备继续打这个小绿 但是这个小绿 你看他捡箱子挺快的 对吧 也在用蜘蛛疯狂的捡我的箱子 那么要打这个小绿呢 不能用坦克硬冲啊 坦克硬冲的话呢 会比较亏 我们还是用大炮延伸上来啊 我把这个大炮延伸到他家里去 对吧 然后中间继续捡箱子啊 下面不用管 下面我有七八门大炮 还有30多个蜘蛛 可以守得住啊 就算他冲过来 我守不住 我还可以回来 对吧 我这个上面离家里没多远啊 一下子就回来了 然后你看一部流神 这个小绿 这小绿玩得挺好的 对吧 一部流神就把我三星防空车整死了 整死了以后呢 我们再造几个防空车 然后大炮延伸过来 大炮延伸过来 因为他选的不是法国 他选的是古巴 他选的古巴想玩恐怖分子对吧 玩法力不孝 哎 你没有大炮 我就令大炮慢慢延伸过去啊 现在还不能冲啊 他这个坦克感觉都是身心的 带火力比我还多 然后下面要来进攻了 你看 你来吧 我下面有30多个蜘蛛 还有巨炮 然后再延伸过来对吧 哎 延伸过来看小绿怎么说 小绿如果受不了 他就会冲下来 然后他继续用这个炸弹车炸我 你看到没有 但是我有坦克呀 我有坦克保护这个巨炮 他就不好炸了啊 而且这个坦克呢 防他的炸弹车不能全部去了 哎 用这个前面一两个 看到没有 一两个打一下 他就炸不到我这个坦克的血量 然后继续延伸过来 你看他 他还在装对吧 还在装 我就打掉你的雷达 然后广快堵住 堵住他的炸弹车 不要让他炸我的大炮 我这个大炮呢 慢慢慢慢的就造到他家里去了 他也造不了威山火箭啊 因为是生死兜对吧 然后他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全军冲过来 冲过来 我再来一个大炮 再来一个大炮掐住你的头 然后他就造了很多蜘蛛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小兰一看 我家里有很多蜘蛛 很多巨炮 他坦克不好冲 不好冲了 他就造了很多直升飞机来偷袭我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直升飞机呢 很烦 因为我进攻的时候啊 这个别人呢 搞一下我呢 我就没有专心进攻对吧 就没时间要看家里 要看家里 广快把这个防空车派回去 然后他一直打我的电厂 你看 他这个直升飞机 一直打我的电厂 我们就造防空炮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看一不留神 巨炮被炸掉了 这个飞来飞去很烦了 广快造爱国者 但是我这个电厂好像不多了 他一直在拼我的电厂 哎呀我顾不上了 因为这个时候是个机会 等一下错过这个机会 小绿又稳住了 我们直接冲过来 冲过来直接吃掉他的坦克 因为他的坦克呢 被我的巨炮炸伤了对吧 炸伤了以后 直接把他坦克抛起来 然后再点掉他的基地 点掉他的重攻 这样呢 小绿就省不住了 小绿省不住 这个蓝色一看 小绿快顶不住 他又来冲 哎你来 我这里全部是蜘蛛 全部是大炮 他不敢冲对吧 不敢冲 小绿就直接带走 这个小绿还是比这个蓝色会玩一点 这个蓝色呢 剪箱子不够快 给他发展了七八分钟对吧 他还是这么一点坦克 然后他一到中间打我的巨炮 你看我中间的巨炮 没有坦克保护 一下就被他整死了 整死了无所谓 小绿眉呢 我在慢慢收拾你 你一直搞偷袭对吧 然后看看他家里 他家里呢 有很多巨炮 坦克不是特别多 以前我也说过 打冰天混战 坦克才是王道对吧 巨炮的只是一个辅助 你没有坦克保护这个巨炮 他的巨炮呢 他站不住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坦克呢 全部掉到这个右下角来啊 然后再拖个基地过来 拖个基地过来准备造大炮 你看他的大炮摆得密密麻麻 他在家里摆正法 但是你这个正法呢 没什么用 他的坦克还在上面 还在上面捡箱子 就趁他还在上面捡箱子的时候 我们直接冲过来 冲过来 你看他这个巨炮摆了六七门 我们只能用这个坦克先打掉巨炮啊 因为我没有三星反共车 只能用坦克打对吧 先打掉他 打掉这块地盘 他就不能在这个地方捡箱子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坨巨炮 你看一坨巨炮 一坨电场 我们继续用这个坦克打巨炮 然后他雷电车防守 雷电车防守就吃掉你的雷电车 吃掉雷电车 继续点你的大炮 然后他受不了了 坦克要下来保护巨炮 但是没有用啊 你保护巨炮 你巨炮都死光了 我们先退一下吧 不着急 先慢慢蚕食他 退一下呢 我们继续捡一副箱子啊 现在经济不好了对吧 赶快捡箱子 兵分两路 所以说冰天混战了 捡箱子才是王道吧 捡的箱子呢 招坦克对吧 巨炮的只是一个辅助啊 捡箱子才是最关键的 你捡箱子不够快 你发展的再好 只是时间问题对吧 我慢慢都可以蚕食他 然后他又造了很多直升飞机去偷袭我 我们不管了 你看造了这么多飞机 我们直接防空车过来放个防空炮 然后就不管了对吧 直接冲过来打你的巨炮 把你巨炮全部拆掉 然后这里有很多电厂直接拆掉他 然后这个小男呢 基本上就快守不住了啊 你敢往我家冲 你往我家冲 我们就直接掐住他的头 你没我打个多对吧 然后这个小男呢 马上快守不住 后面呢 他就打直了对吧 他就开始怪这个小绿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小绿不应该打他对吧 但是那个时候啊 我感觉小绿也没打到你什么东西 我一上去圈那个小绿回来 我去圈架对吧 我去圈架小绿基本上没打到他什么东西就回来 然后他就说你看到没有 把这个小绿说 这个小绿说你直接去打我的基地 他拿什么打我基地 他坦克又没有很多 我们直接把这个箱子捡了 你看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箱子 然后我就准备延伸上去 延伸上去用巨炮就可以把它带走了 他捡箱子的范围没有我打 然后他就打知道这个蓝色就说 我一开始就没有防守你对吧 你结果跑过来打我 他在说那个小绿 说那个小绿开心打了他 这你们两个打我一个 你没守住你关小绿 其实那个小绿也没有打到蓝色什么东西 因为当时我过去圈架了对吧 他就回来了 主要还是这个蓝色的减箱子不够快 我打小绿的时候 都给了他七八分钟减箱子的时间 结果他减着减着坦克 你看然后他说什么呢 不然你不会赢的那么轻松 他说我不然 不会赢的那么轻松 我觉得小绿都没有打到你什么东西 对吧 他说如果小绿不偷袭他 我赢的没那么轻松 我感觉这个小蓝不找找自己的问题 他减箱子不够快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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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